一说起明星,大家想到的都是豪,不仅能一直广鲜亮丽的,然后在私底下也都是住豪宅,开豪车,但是其实每个明星的性格不一样,喜欢的风格也不一样,所以就有了下面素养。 个性,奢华或艺术的卧室,接着就和小编一起看一看明星的卧室吧。 第一,郑爽郑爽之前公开过自己的卧室照,看着各种各样的书刊,可以看出爽妹除了性格耿直,还有维养文艺的一面,就是从郑爽发的文章,就知道她的文艺气息,字字句句间都带着些伤感和不认输的气质,只是郑爽睡在地板上,看来真的是很喜欢简约舒适的风格,地上铺张被子倒头就可以睡。 第二,陆寒据了解,这是陆寒在北京的一套公寓,格调上都是满满的欧式气息,这种格调就比较有感觉了,看着爹的整整齐齐的被子,给人的感觉非常舒适又干净。 第三,关小彤关小彤晒出自己的卧室,是满房间的书,让大家感叹不愧是学吧,房间不大,但也很舒适,就连柜子都是在墙上,不得不说这样的设计真的很巧妙,提省空间也能放东西,看出累得睡着的样子感觉很辛苦呢。 第四,如果不是看了范冰冰的卧室,有谁能想到这样一个霸气的国际范眼,居然还有一颗粉色的少女心,而且宠物猫咪也是很可爱,被子都是粉色的,看来大部分女孩子都很喜欢这样可爱的风格的。 第五,林志玲林志玲,一直都是性感女神小女人,私底下的卧室也是简单精致的风格,美光灯显得这个房间都很温暖,色彩比较丰富有女人童贞的一面,床配着眉红季显小女人气息。 第六,景博然景博然在大屏幕上都给人很温暖的暖蓝细致,但是其实私底下景博然有点冷,朋友说比较难接近,也很难走进她的心里,就连卧室风格都是单料的含蓝色, 整体很安静又带着一丝神秘感。 第七,舒奇舒奇的婚房,真的是喜庆十足,大红色加上浅金色花纹不绝的单调,车华又没有过于艳底,而且还有着浓浓的抑郁风情。 花花草草点缀,给人一种生机活力感,盆栽配上适合的花盆,放在室内也是不错的,不仅美观,可以吸附空气中的有害物质释放氧气。 第八,陈坤陈坤也是出了名的文艺青年,房间也是堆满了树,简约的风格尽显小资情调,就连挂帽子的马都那么别致,整齐的衣服就像陈坤一丝不苟的性格,干净利落。 第九,黄子涛黄子涛,是一枚妥妥的富二代,颜纪轻轻的他坐拥豪车豪房,这间卧室简直就是皇宫级别的,房子的朴实风格尽显华贵,奢华,房间还是个巨大的圆形,金色的落地窗让人觉得非常的高端大气,真是厉害了我的涛哥。 第十,杨丽萍,杨丽萍,就像是露露人间的仙子,他身上的一切都和自然相容,就连卧室都像人间仙境,这样的自然美是任何华贵都比不了的,而且房间就是海,卧室里有各种各样的颜色,无比丰富和艳丽,这座月亮宫真正做到了面朝大海,春暖花海,但听说好像因为污染了二海,要拆了,不知道是真是假看了这么多款明星的卧室,你最喜欢哪款呢? 图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